今天来说说英国恐怖片《陷阱》 小芳是一个从小就遭受父亲性情的妹子 就算已经长大成人 依旧逃脱不了父亲的魔爪 这天小芳和两个小伙伴东哥和细妹 准备去一个海边度假为happy 东哥和细妹是一对情侣 两人的拿手好戏就是在小芳面前秀恩爱 和所有的恐怖片一样 男士总是免不了开皇家 承受资本主义思想毒害的东哥 黄断只是一个接一个 像什么两个裸里包在一起斗奶 两个男人坐在石头上一时二聊 吾得两个妹子是呵呵一笑还懵逼 细妹的老爸是一个房产中间 目前正打算出售那座度假舞 细妹偷走了度假舞的钥匙 决定赶在出售之前 带两个小伙伴好好狂欢一下 经过一段长时间的平凡之路 四心之警 一般人都会放一段应景的歌曲 平凡之路 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就不放了 嗯 反过一坐坐高山之后 三人终于来到目的地 看起来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由于防止长期无人管理 电梯出现了小小的故障 最后才发现虚惊一场 三人整理各自的行李 冬哥和细妹恶狗不识一样 玩起了轻轻 玩了之后 冬哥又一本正级的耍流氓 趁其占小方的便宜 很显然 冬哥胃口大开 一个妹子已经喂不饱她了 三人来到附近的便利店 采购食品之后 晚上就吞云土雾起来 静静happy 当然 小方拒绝了这种high fan店的东西 海购之后的细妹开玩笑说 一起来玩双飞 正所谓双燕赴双燕 双飞令人陷 第二天一早 冬哥打算下去喝个早茶 结果发现电梯竟然坏了 安全楼梯也被锁死 那么问题来了 楼梯也被锁死 为什么不直接砸呢 接着打电话求助也没有信号 看来早上的虾脚 凤爪和萝卜膏是吃不了了 不能准时喝上早茶 冬哥来到阳台大声喧哗 希望能引起他人的注意 结果发现没什么乱用 那么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不直接在阳台烧东西呢 小方有个写日记的习惯 每天发生的事情都会记录下来 就这样过了一天 三人开始互相埋怨 晚上睡觉的时候 厨房里的刀自动转来转去 小方也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 伺服着房子里 有一种神秘的力量 在操控着他美 冬哥还出现幻觉 把满式面包丛的鸡腿吃下豆 结果吐出来的全式面包丛 这种面包丛富含蛋白质和脂肪 简单间在货烧烤之后 就是一对美味丰富的营养餐 吐了真是浪费啊 又这样过了一天 小方一旧每天写日记 突然在走廊 看见个小女孩 走过去愉快 发现什么鬼也没有 另一边的冬哥 精神缓回来再看电视 关键的是 电视是没有信号的 到了晚上 小方又做起了同样的噩梦 结果莫名其妙出现在厨房里 水龙头的水一直放个不停 无论冬哥怎么样搞 就是关不了水 最后水势关掉了 却意外把水杂扭断 这次破盖了 想喝水也喝不了了 真是被困喷缝断凉水 冬哥认为这一切都是小方引起的 为了活命 冬哥用布料绑成伸洁 打算从楼上流下去 也许是因为 怕被刷的粉身碎骨 冬哥最后还是选择放弃 那么问题又又来了 为什么不把所有的布料绑成伸洁呢 或许真的可以安全流下去 没有了最重要的水 小方只能搞冰箱里的冰块 补充水分 然后粉成一杯杯 接着小方又莫名其妙 梦见自己小时候 被父亲性情的画面 梦醒之后的小方大喊大叫 冬哥瞪着一脸懵逼的样子 突然有一天 天上下去了雨 对于确实的三人来说 这简直就是救命水 于是拿出所有的杯子来装水 所剩无几 三人脸上也开始变得没了血色 一时还很清醒的小方 把其他人的水藏了起来 缺水的冬哥无奈总的在浴光里 弄一两滴水暂时接接渴 满四面保存的鸡腿也照吃不误 不然他恶不恶心 反正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活下来 结果吃完之后的冬哥是上土下线 严重脱水 估计很快会去上帝那里潜到 第二天一大早 吸取了一种满天地日夜精华的冬哥 当今就强硬和西美玩起了摩擦运动 马上转移战动目标 对小方是强拉硬转 霸王硬上弓 就在冬哥的下体要得逞的时候 不料被西美用绳索勒住 最后两人齐心协力把冬哥给干死了 没有食物没有水 两人为了活命 从冬哥大腿上卸下了一大块肉 这个大腿肉高蛋白低脂肪 是快速补充能量的最佳食材 之后小方又产生幻觉 说这房子里不知道什么鬼在操控着他们 就好像在他们身体里面无法逃脱 接着西美也发现了墙上的文字 同时也发现了小方的日记 怀疑这一切都是小方搞的鬼 但小方表示这一切都是幻觉 目的就是要他们两人自相残杀 在一两串相同的噩梦之后 接近精神崩溃了小方 又斜根砸死了西美 水楼楼的水自动流了出来 电梯也恢复了正常 小方的父亲也打来电话 最后小方会失灭记 坐上电梯成功的溜了出来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吗 回来之后的小方 依旧无法逃脱父亲的魔爪 接着画面又切换到度假屋 看起来好像一切事情 都没发生过一样 原来这一切都是小方幻想出来的 从小到大被父亲性情 从而导致精神有问题 看完后 我只想说 面包虫炸鸡腿 酥香肉味 营养十足 看出来的美味情调 先以加入外带全家桶 摘即送 今天